新年一时 瑞安市新城镇的叶家就迎来了一件天大的喜事 在公安部团圆行动助力下 叶家34年前被拐的小女儿终于回家了 1月2日中午11点34分 一列动车缓缓停靠在了瑞安动车站 被拐他乡34年的叶丽娜终于踏上了家乡的站台 此时早早等候在站台上的瑞安民警 赶紧上前接过叶丽娜的行李 在瑞安市新城派出所 叶丽娜刚从警车上下来 二姐叶丽娜就一把抱住了她 年过古稀的老母亲见到失散34年的小女儿 更是激动地说不出话 因为这个被拐的小女儿 妈妈已经牵挂了34年 1987年12月1日下午 年仅4岁的叶丽娜和小伙伴在镇上玩耍时离奇失踪 我们那天发现她不在了以后 我们还在河里面打捞 那个时候刚刚刚是因大水的时候 那一天 我们还以为掉到河里面去了 反正打捞了好几天都没找到 尽管如此 此后的34年里 家人以及警方都没有放弃过寻找叶丽娜 终于在2021年11月下旬 从福建传来了好消息 我们接到了福建警方他们传递过来的一条消息 他说DNA那个比重了 比重了嘛 然后我们就马上对消息进行核对 发现的确是我们这边的那个家属反应的那个 他母亲的那个DNA跟他那个福建那边的一个女子对上了 经确认 福建莆田的王某就是在瑞安被拐34年的叶丽娜 随后在两地警方的共同努力下 1月2日 叶丽娜终于回到了家乡 回到了亲人的身边 感觉非常幸福 有一大家子的兄弟姐妹 还有自己母亲 还能看到自己母亲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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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